請問聯隊有什麼樣的回憶跟想法 因為很多知識因為這個派有了是不利的地方嗎 其實今天因為臨時聯盟的記者會嘛 那我就是來旁聽嘛 所以當然在現場不方便表達什麼意見 因為知識聯盟還跟記者們一起 來做什麼 我聽完之後我是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聯盟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我覺得一個聯盟的核心價值 就如同剛才一直強調的公信力 可是公信力這個東西不是一直用喊的 公信力這個東西是你一直要去累積的 你每一次的案例 你每一次不同的case 不管是對的或是錯的 你的做法是怎麼樣 你的說明是怎麼樣 你的態度是怎麼樣 這些東西才是你公信力 如何去建立你的公信力 它是一個長期累積的東西 所以我很同意啊 這個聯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公信力 不是真言 這個我們絕對同意 我們也希望聯盟相當的公信力 讓這個聯盟朝健康去發展 可是這次大家要一起努力的 針對今天的case 我想剛剛秘書長也親自做了示範 那我是這樣覺得 今天就如同剛才有媒體提到的 會有這樣的一個爭議 其實是大家都不理解 才會形成這麼大的討論 那當然我們球團 教練團也不理解 對 所以才會 帶來做這個說明跟解釋 那重點 我先肯定 聯盟今天 主動趕快來開這個記者會 可是針對專業技術的部分 為什麼到今天 已經是下半季打了快一半了 為什麼大家都還不理解 那剛才也有提到 也謝謝媒體朋友們就是說 那接下來的比賽怎麼辦 那秘書長剛才也回答了 說他要來跟各個球隊做討論 那其實我們在上半季 我們就跟聯盟做討論 所以我們才會有 這樣子的理解跟反應 那其實聯盟現在要做的事情是 這當然是最重要的事情 你接下來的比賽要打 你怎麼樣讓接下來的比賽 讓技術人員 都理解你在說什麼 大家都有同一個規範 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而不是說實在的 今天在跟媒體講完 這些專業技術的東西來講 各位媒體能夠有說什麼樣 專業技術上面的討論嗎 沒有辦法 專業技術討論是 要跟專業技術人員去討論 譬如說他接球的位置 他如何去接這個球 接球的相對位置是什麼 這些東西以前我們都有討論 不是單純的一個他接 然後去封雷 就是這樣這麼簡單 那這個沒有關係 這個就讓專業技術人員去做討論 有一個大家 全部都理解的共識規範 這個才是現在最重要的事情 那我覺得公信力就是這樣子一次一次去累積 而不是就是一直在喊 對什麼裁判挑戰 對什麼樣的 那個東西都是已經沒有辦法了 才去做的事情 那這個當然就是傷害聯盟的公信力 我們也同意 可是聯盟不能沒有公信力 這是最重要的核心價值 而不是尊嚴 謝謝大家 那接下來還會再 比賽還是要打 就是針對這個case還會再申訴 或者是什麼 我申訴我想 我想我昨天就有回答 這申不申訴已經不是重點 其實我在之前的聯隊會議 五六月的時候我就有提出來一些建議案 那當然這些建議案聯盟 聯盟會去執行進度 這個我想我們再觀察一陣子 這個包含這個申訴的 這個決定的人選 包含裁判的心思等等這些東西 我們都有提出一些建議 那就看聯盟接下來的進度是如何 我們大家都是希望這個聯盟更好 我們求團花這麼多心血 在在在經營球團上 我們怎麼會希望聯盟不好 我們我們是最希望聯盟好的一個單位 對這個不好 那我想對大家來講 都是很大很大的損失 我們也有責任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今天這麼多的解說 你對這邊還可以接受這樣做 就是真的不想接受 我覺得不接受這件事情 就像我昨天講 我既然不申訴 我就沒有接不接受的問題 就其實 接不接受大家 其實就像剛才記者會所說的 大家都聽得到看得到 他們在表達 聯盟在表達什麼東西 對不對 那其實我接不接受已經 不是重點了 因為比賽就是要持續進行 對我們也要 我們也要 持續的鼓勵我們的球員 對在場上很好的表現 對 那也不能 也不能因為這個判決 影響到後面的 這個這個 所有的 賽事的進行 球隊的運作 對我們就是要向前看 對所以這個 接不接受這件事情 我覺得已經 OK OK 沒事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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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